欢迎收看凤凰说 五官深邃相貌美丽的迪丽热巴 是今年非常受欢迎的女星 在演艺圈多年有许多经典代表作 幸福触手可及 拥有理想抱负的周放 三生三世枕上书 勇敢可爱的白凤酒 漂亮的李慧珍 丑小鸭变天鹅的模样 都是迪丽热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今天凤凰就要来介绍 迪丽热巴的那些经典代表作 曾在电影里大尺度搞笑的她 你看过了吗 今年28岁的迪丽热巴 拥有维吾尔族血统 还是学生时就演出了 生平的第一部戏 阿纳尔罕 扮演一位南疆乡村里 善良美丽的维吾尔少女 当时的迪丽热巴只有18岁 一脸素颜却仍是美得亮眼 面临大地主的欺压 阿纳尔罕全家受到迫害 她不为强权的抗争 最后击败了恶势力 这部戏在当时还登上了央视 在上海戏剧学院时 迪丽热巴就是风云人物 曾跳了一支新讲舞 让许多老师惊叹 这一位学生是哪里找来的 许多人以为迪丽热巴只是长得美 却不知道她也拥有精湛舞异 曾在北京电影街上 以一席金色舞衣 表演了难度极高的芭蕾舞 获得很高的评价 初期以深邃五官和擅长跳舞的形象 迪丽热巴在胡歌、柳世诗 和彭于燕主演的《风中奇缘》 饰演来自西域的舞娘黎姬 被派来以一曲的时间引诱彭于燕 和北京舞蹈学院出身的刘诗诗 有一场精彩的斗舞戏 后来在班淑传奇 再次诠释了来自楼兰的王女安欣 外形亮丽、才华洋溢 在戏里是一位真性情的女子 充满抑郁风情的扮相 性格可爱的安欣 也让迪丽热巴开始为人所知 早期的戏像是美人制造中 迪丽热巴也有一身少见的糖妆打扮 饰演一位美女寝承 当年杨幂和李一峰主演的 《古剑奇谈红火一时》 迪丽热巴就是那位小师妹扶曲 在戏里个性仗义 屡次帮忙男主脱险 心中爱慕陈伟婷饰演的大师兄 两个人是一对让观众喜爱的CP 除了古装剧 迪丽热巴的第一部时装剧 是杨幂主演的《威时代》 饰演豪门千金吴安博 和高伟光饰演的高富帅总裁印东 有不少感情戏 在剧中 安博是一位勇敢倒追印东的女孩 在这部戏里 迪丽热巴可以说是行走的模特 几十号的服装活像是伸展台上的走秀 喜欢看时装热巴的观众 千万不要错过 迪丽热巴早期也拍过一部剧情特别 只有十一集的短片电视剧 《逆光之恋》 在戏里是一位结婚当天 离奇死亡的富家女江黎 后来变成鬼魂 一步步调查自己的死因 不过这部戏并没有大红 终于在2015年大受欢迎的克拉恋人 迪丽热巴以女二号高文走红 高文拥有出色外形 是一位大明星 穿着时尚有女人味 无疑的是男人眼中的超级美人 不过人设这样强势又高冷的美女 却有着搞笑幽默又有点神经质的个性 不时还会出现呆萌的行为 自己和自己对话演戏 让观众喜欢上了这一位 迪丽热巴全市的高文 在爱的阶梯 再次扮演了富家千金 为爱负责手段的宋子涵 初期被定位为古装西域美女 到后期经常演出千金小姐 迪丽热巴也努力的想要突破全市不同人物 2016年麻辣变形记 饰演一位相当有个性的女孩关小迪 加入了高级保镖机构烈火神盾 经过一系列的魔鬼训练成为高级保镖 有别于过去的形象 迪丽热巴在戏里 一生干练女特务的扮相 还有非常精彩的吴打戏 透过艰难的委托案 也逐渐了解到保镖工作的不简单 同年在六扇门 迪丽热巴首度担钢古装剧女一号 智勇双唇的侠女苏益青 与六扇门捕快生力行 共同揭破宫廷密案 不同于过去甜美可爱的形象 苏益青个性成熟内敛 还是一个武功比男主强上百倍的女侠 有趣的是 迪丽热巴有一场背着男主奔跑的戏 正当导演要叫男替身出来帮忙时 迪丽热巴已经扛着人跑了起来 只能说热巴不但敬业 演起女汉子也不遑多让 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各种剧本的迪丽热巴 接着演出了漂亮的李慧珍 在戏里是儿时漂亮 长大却相貌平平的李慧珍 在公司做的也是打杂的业务 是一位非常没有自信的女孩 因此不敢和儿时的青梅竹马 白浩宇见面 而叫了自己的好友赴约 后来凭着自我努力 逐渐提升工作能力 外在也变得越来越好 最终和白浩宇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部戏 迪丽热巴一改美艳形象 扮起个性脱线 性格呆萌的李慧珍 有许多又吐气又搞笑的模样 幽默有趣的剧情 也迎来了超高收视 迪丽热巴跟一口气拿下精英奖 最巨人气女演员 和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多年的努力 有了一部成功的代表作 也奠定了往后步步作品 几乎都是女一号的地位 在漂亮的李慧珍中 张彬彬饰演的林一幕 默默守护李慧珍 没有机会在一起的两个人 后来一起合作了 情实力人明月星 她是习武世家之女 公孙丽曾意外地救了 落难的秦王银正 使她对她是难以忘怀 但公孙丽爱的是自己的二师兄 却因为幻解要救二师兄 成为生公中的利己 最后被银正感动 倾心于她 这一部以虐心爱恋 为主题的宫廷剧 迪丽热巴有着华美的扮相 然而无情最是帝王心 两个人最终没有好结果 在猎火如歌 张彬彬与迪丽热巴又再次合作 活泼善良的侠女猎如歌 与从小青梅竹马的师兄 上一代的恩怨 两个人因误会而分开 如歌转而和周玉铭饰演的男主银雪 相视相恋 一起面对世间的阵魔大战 在这部戏中 迪丽热巴一袭红衣一条鞭子 有许多大秀伸手的武打场面 展现了步凡身段 能演武功高强的猎如歌 也能诠释娇若可爱的白凤九 在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迪丽热巴饰演了青秋小地鸡凤九 一次意外遇到凶手被东华帝君所救 从此一见钟情 然而这个男人却是四海八荒 地位最尊贵 也最冷漠无情的人 凤九以大无微的精神 倒追着这位辈分比他爷爷还大的长辈 虽不是主演 两个人的感情线却受到大家喜爱 在十里桃花感情没有结果的两人 再续集三生三世枕上书 再续前缘 展开了长达三世的情缘爱恋 拥有正义感又善良的凤九 与东华帝君一同对抗魔尊渺落 在这部戏里有许多甜蜜的感情戏 激烈热吻 圆房滚床 嘴巴喂饼 玉桶泡澡 东华帝君的各种花式调情 掳获了众多女性观众 三生三世枕上书 也成了2020年初最火的一部戏 同时让迪丽热巴在当年的 微博人气女性角色票选中 以超过一千万票获得第一名 在古装和时装剧都有良好表现的迪丽热巴 野戏手邓伦演出《一千零一夜》 饰演花艺公司职员007 因为参加科技公司的睡眠测试 和男主意外穿梭到彼此梦境的有趣故事 2020年的都市情感剧 幸福触手可及 迪丽热巴转而饰演一位女强人周芳 从默默无名的小设计师 到拥有自己品牌 却被相恋长达五年的未婚夫 无情的背叛 直到遇见了同样是白手起家 事业有成的男主 才逐渐被打动打开心房 在最近迪丽热巴和吴磊演出的《长歌行》 也正式开播 这一次迪丽热巴在戏里 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女子 贵为太子之女的李长歌 在玄武门之变 家门一夜覆灭 久死一生 女扮男装潜伏 靠着足智多谋 击退图厥大军 履历大功 意外遇见了吴磊饰演的图厥将领 两人也逐渐深情 然而立场对立的两人 注定走上一条艰难的道路 有些海外地区的网友 反映看不到《长歌行》 这边推荐大家 可以下载VPN加速器 Quickfox 一键点击马上使用 就能不被限制地区 看腾讯上的《长歌行》 爱奇艺上各种迪丽热巴的作品 甚至是Bilibili 优酷等平台的影片 这款APP永久免费 不限流量 在Google Play有4.0的评分 4月15前还有邀请好友 拿数百元现金红包的活动 想使用的朋友们 置顶留言有下载连结 除了这部新戏 今年还有迪丽热巴 和洋洋合作的 《你是我的荣耀》 美貌的女明星乔晶晶 与天才工程师于途 在学生时代相识 于途当年却拒绝了乔晶晶 多年相逢 又会激荡出什么火花呢 两位主演都是人气极高 这个组合十分让人期待 迪丽热巴更有一部戏 还在拍摄当中 和任嘉伦主演的《玉娇记》 是一个御妖师爱上男娇人的特别故事 大家对于迪丽热巴的印象 是那几部热门的电视剧 不过其实 他也曾演出过不少电影 第一部是杨幂和李一峰主演的 《怦然心动》 扮演一位和杨幂抢男人的郝美丽 脸蛋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要李一峰帮他大漏背的衣服 拉上拉链 杨幂抢着拉上后 却不小心拉断了 让郝美丽的衣服爆开第二次 上演的抢男手段 简直非常厉害 第二部是傲娇与偏见 单纲了女一号唐楠楠 是一位梦想着成为 大文学家的网路携手 阴差阳错 遇到一位落魄富二代 男一号张云龙饰演的诸侯 两个人因为一场意外相识 接着发生了许多搞笑的生活趣事 在戏里 高伟光扮演的高富帅肖建军 和诸侯上演了 互抢唐楠楠的好笑剧情 迪丽热巴更有许多 牺牲色相的搞笑演出 是一部让人捧腹大笑的 轻松爱情喜剧 迪丽热巴也曾参与 成龙主演的电影 解忧杂货店 饰演一位一头紫蓝色头发的酷妹 与王俊凯和董子健 扮演的两位男孩 是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伙伴 因为孤儿院被拆 三人逃出来到了一家杂货店 发现杂货店邮箱 竟然会收到来自过去和未来的信 因而开始与这些人通信 并发现了孤儿院被拆的真相 为了这部戏 迪丽热巴剪掉一头长发 穿着中性的 演起了一位热爱音乐的酷女孩 挑战了过去没有尝试过的文艺片 最近的一部电影 是2018年的21克拉 是一位落魄的拜金女 和抠门男相遇 合租在一个屋檐下 有趣而温馨的故事 迪丽热巴的电影 虽然都是小成本的文艺爱情片 但是每一部票房都超过 1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是没有一部铺接 迪丽热巴也有一部 在2018年就拍好 预计在今年播映的电影 日月传奇 扮演仙气飘飘的嫦娥一角 除了戏剧演出 也可以在许多节目 奔跑吧 创造影2019 极限挑战 漫游全世界 看到迪丽热巴生活化的一面 身材苗条的迪丽热巴 其实非常爱吃 这也是为什么 许多网友给了他胖迪 这个可爱的称号 天使脸孔 魔鬼身材的迪丽热巴 曾多次入围 全球百大最美脸孔 绝美的面容 甚至让他红到国际 但是他并不只是依靠一张漂亮的脸蛋 慧眼世珠早早就签下热巴的杨幂 曾说签下他是因为他长得太美 但是接着表示 他工作态度好又努力 长期观察下来 人品也很好 迪丽热巴一路靠着努力 到现在的发光发热 他是目前唯一一位 拿过精英女神的90后演员 过去获此殊荣的 都是刘亦菲 刘诗诗 赵丽颖这样的前辈 当我们深入认识迪丽热巴 就可以知道 他绝对不是一位 只靠脸吃饭的明星 和一出道就爆红的女性不同 从小配角演起 初期只能演演西域美女 后来因为长得太美 常常演出附加千金 但是迪丽热巴力求突破 广泛尝试各种戏剧 从女保镖 丑小鸭 到女汉子 女强人 不怕装萌扮丑 不怕武打戏的辛苦 许多高难度动作 不用替身 而是自己来 都能看出 他拥有一位好演员的精神 观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部戏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 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